三万年很久远但在这里可以瞬间实现穿越 从博物馆出来沿着旅游小路往前走就是张三小店 一入院门首先看到的是四尊雕像 分别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丧志华 中国考古学家裴文忠和贾兰坡 这几位都是对水冻沟的考古发掘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水冻沟作为史前文明的发祥地 他的发现和发掘与张三小店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1920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由宁夏银川去往陕西 途经临河镇的时候就夜宿在张三小店 他在这附近收集到了一件皮毛锡头骨化石和一些石器工具 到了1923年6月 42岁的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与桑志华从天津出发 同样到达水冻沟时也是住在张三小店 张三原名张子05水冻沟人 兄弟四人因排行老三故人称他张三 而称他开的小店为张三小店 张三小店原为张子的父亲所开的车马店 有上房配房客房及马棚羊圈等颇具规模 德日进和桑志华住在张三小店 发现和发掘了水冻沟考古第一地点 随后又发掘和发掘了四个地点 共发掘出300多公斤的石器和动物化石 从而使水冻沟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之一 据调查在20世纪20年代 水冻沟遗址所在的地区挤无人烟 能住人的也只有张三小店 1965年张三去世后 小店的生意遗落千丈 到1972年张三小店被迫拆除 咱们现在看到的张三小店的所有设施 都是根据张三的七弟赵龙老人的口述 进行了重新布置 恢复了基本的原貌 但这张三小店也并不是在原址修复修建的 不过大体上基本上保持了民国初年的原貌 从张三小店出来旁边的一座远古村落就是水冻沟村 全村都是原始的茅草房屋 北方古代的先民创造了校洞式和地穴式的居室方式 后来水冻沟人在此基础上改进发展成了一种半地穴式的建筑形式 这种居室往往是建在黄土层脚厚的山坡或沟岸上 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 西北地区习惯称其为地窩子 穿过水冻沟村 远处可见一座水冻沟标志碑 雨后的水冻沟仿佛进入真正的远古时代 空气特好 四周都是泥土散发出来的清香 出了水冻沟村 沿着景区旅游路来到一处游客休息区 下一个景点是远古家园 需要乘坐电瓶车过去 休息区干净整洁天空中依旧飘着小雨 后面的游客非常的少 乘坐电瓶车来到远古家园 大门旁是一座树屋 此时雨终于停了